大家好,我是南京老羊头 我现在的地点是在南京 今天是2021年7月28日 到昨天为止 南京确诊的病例是150 新冠肺炎感染者 从7月20号以来 这波疫情到昨天是155例 另外,安徽、辽宁、广东、四川 其他地方 包括新冠肺炎 南京关联感染者都有 南京这个疫情也扩散到其他地方 他们扩散到外面 大部分都是途径路口机场的旅客 到今天为止 南京有四个高风险区 四个高风险区 主要还是江陵路口机场那一带 路口机场周围 四个高风险区 然后有42个中风险区 中风险区也主要是集中在路口机场周围 但是也扩散到南京市区的其他区 南京市区这里也有了 比如讲昨天 古楼区的公园新村小区 发现了一例 然后目前公园新村被列为中风险区 也被加强管控 还有建议区南湖那里 也有小区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者 也都加强了管控 今天晚上通知来了 从明天开始 南京这里要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 前面两次已经做过了 现在要第三次检测 塞查 还是要普遍杀网 想办法找到潜在的感染者 这个看现在这个趋势啊 南京这里呢 疫情呢 仍然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这个还没有见顶啊 也没有这个下坡的这种趋势 还在上升的阶段 那么上升的阶段的话 这个中风险区啊什么的 会不会再增多 范围扩大 这是个问题 现在我们这里呢 还没有风控 我们作为呢 我们这里在呢 还没有发现这个 新冠病毒感染者 但是呢怎么说呢 他那个一旦发现 他那个一旦发现 如果一旦那个封控的话 很突然 离乡这个工人姓村 他很突然 那么直进不出 里面的人都出不来 所以这个现在呢 南京这个我们这里呢 很多就是说提早那个储备食物啊 各种物资啊 生活必需品啊 提早这个储备一下 反正这个有些盖买的先买 这个米啊 面啊各种什么速冻水饺啊 蔬菜嘛 没办法 你买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了 再多了就不行了 这个主食 米、面 有的吗 还买油啊 什么的 能储备吗 就是储备多一些 万一这个突然这个封控的话 控制的话 就麻烦了 反正现在呢 外地那个那个快递点啊 那个货物呢比较多 现在大家都在提前打提前量做储备物资 这是一个 还有呢 目前看了这个菜的价格 蔬菜啊什么的价格啊 有上涨 比之前啊 上涨了一些 这个上涨呢 那有多方面原因啊 就是说 买的人多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 外地送菜过来 送到南京来啊 可能不大方便 因为出南京的话 是有规定的 要必须有那个 48小时之类的这种核酸检测 阴性的报告 才允许出南京 那么外地的蔬菜 运到南京来的话 那么 他这个 怎么 怎么交接 怎么买卖 怎么这个 呃 是不是在南京的这个 呃 那个 交接点上 这个 交接这个货物 蔬菜啊 什么东西 所以啊 这是个问题 那么 可能各种因素加起来吧 现在这个蔬菜的价格 蔬菜的价格 有所上涨 嗯 嗯 我们现在呢 反正做好准备吧 反正 嗯 煮食了 里面油 之类的 多准备一些 然后那个 蔬菜嘛 买多了也没用 买一个星期的 最多两个星期的 买多了它会坏的 对吧 嗯 嗯 你这个 青菜 什么土豆 胡萝卜 黄瓜 茄子 南瓜 洋葱 嗯 果实类的素菜嘛 你买的话还好一些 这个 夜里的素菜 像青菜啊 大白菜啊 嗯 也不能摆太长时间 所以呢 现在呢 反正这个 再看吧 这个疫情 反正 很麻烦 看上去 现在有点麻烦 南京呢 很多景点呢 都关闭了 什么熊五湖啊 葱山林啊 嗯 那个 嗯 加强管控啊 好的 这个目前南京这个情况 后面有什么情况呢 再 跟大家那个 回报 我是南京导杨虫 谢谢大家观看